那我做什么呢?在后面再加一个er 这样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,那个位置,写的位置要正确 其实这一行是注解,如果你觉得这一行太碍眼,你可以把它删掉,没关系 注解就是前面两个,两个斜线 好了之后,我们把它save之后,把它做执行为enjoy application 其实我们这边电脑还算快,如果你按0,它就出现0,对不对? 按1就出现1,按2就出现2,再按0,1,2,0,1,2,它又一直往后面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把刚刚这一行写到上面的话,它就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这样,把这一行搬到它的上面 这边的话按个enter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,你会发现它会变成怎么样呢? 它会变成是不会接在后面,而是会把它盖过去 这边,来,save一下 这个地方执行为enjoy application 那结果会有一点点差别 所以你特别注意这地方,主要是那个变数的生命周期 0,有没有?1,2,0,1,2 那也就是你放在上面,那个生命周期它一直存在 所以呢,它到时候还是取得的是前面的资料 那后面的底下那个部分的话,你如果把它放在上面,它会累加了 所以这部分放的位置还很重要 你们到时候再try一下好了 不过我要的是这样,我要的是第一种 就是放在要累加的,这才是比较像按钮 所以这部分的话,我想各位试试看 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非常不够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